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香呢 在吃什么呀 老爷爷 我们在喝辣花油呢 回来了 外边冷吧 还行 外面还在下着小雪呢 这是雪女 孩子们 喇叭粥的故事可听了 老奶奶刚给我们讲了 牧女献迷的故事 老爷爷这儿也有个腊八截的传说 要听吗 好好啊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老两口 老两口 不但勤努劳节俭还乐于助人 常常拿自家种的粮食去接济 帮别人度过难关 谢谢 谢谢 别客气 别客气 可是他们的儿子却懒得出急 十七八岁 血气方刚 身强力壮的儿子 什么活都不愿意做 娘 我醒了 快给我穿衣服洗脸 来了 娘 今天我去镇上的常乐赌方玩玩 给我点钱 又去啊 儿子 那个地方不好 那我干嘛 我除了每天吃喝睡 总得找点事情干干嘛 找个活不就是了 跟你爹去种田也可以 我不要 那么大太阳 地里还那么脏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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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快把钱拿来 我要走了 这是下午要去镇上买小鸭仔的 我 这孩子 儿子 爹娘只能养你小 不能养你老 要吃饭得流汗 你往后学门手艺过日子吧 哼 没过多久 老两口拿出鸡去给儿子娶了媳妇 原想这儿子成了家 小两口该合计怎么劳动过日子了 可谁知 这进门的媳妇和儿子一个得情 好吃懒做 好吃懒做 娘 饿死了 饭呢 啊 快好了 儿媳妇啊 过来帮娘切切菜 不会 我娘家不教这个 那做菜会吧 来 不会 一天 老头梳着满头的白发 自知 土已经埋到了脖子 就叫来了儿媳妇 说心里话 媳妇啊 秦是摇钱树 简是聚宝盆 想要日子过得好 秦简是个宝啊 啊 爹啊 娘啊 你老可别走啊 要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要想日子过得富 计较三遍 离窗铺啊 难 难当秦庚座 女婴多知不 小两口托乡亲 埋葬了两位老人 外面天气那么差 我可懒得出去 郊外虫子多 这个我可受不了 有吃有喝不用愁 何必下地晒日头 下有单一 东有棉 何必纺织到日片 两位老人的嘱咐 早被他们抛在了脑汗 最后一年又一年 家里的吉姆地成了荒草园 而柴米油盐一倍斜袜 也一天比一天少 可是这小两口依然不心急 只要有口吃 何必要动手呢 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 地里颗粒无收 家里吃穿已尽 小两口断凉了 你看看 好饭也能度时光 可不是 进入了腊月 天气越来越冷 这一天是腊月初八 不行了不行了 他们老人又空着肚子 我太难受了 可不是吗 哎呀 这可是救命的稻草啊 他们把挖出来的 烦能冲击的东西 都放到了锅里 煮出一锅 杂烩粥 直到这时 他俩才想起了老两口的话 难当琴耕作 女鹰多知不 爹 娘 我知道错了 我早该去劳动的 好 当邻居们赶来帮忙时 小两口已经被压死了 身边还放着半碗杂米粥 从此以后 乡亲们每到腊月初八 就煮一锅杂米粥吃 一边给孩子们讲 这老两口与小两口的故事 一传十 十传百 渐渐流传了下来 因为这粥是腊月初八吃的 所以就叫腊八粥 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勤健持家 这样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好 嗯 嗯 中华为迷雾千年 中华为迷雾千年 书卷飘香 中华为迷雾千年 中华为迷雾千年 书卷飘香 中华为迷雾千年 书卷飘香 中华为迷雾千年 书卷飘香 中华为迷雾千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